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发现我 千万不要跟来 千万不要跟 这 这就是鬼心了 这新手心里也太难了吧 龙叔使用转质材料后 只要在鬼心上存活五分钟 就能自得完成转职 但正承认在这 怕是一分钟都很难活下去吧 我叫江凯 现在正在这颗名为鬼心的星球上 结束新手试炼 鬼心是五十年前 忽然出现在地球外的巨大心理 五分鬼心的出现 并没有引发什么引力灾难 让地球偏离鬼道 但地球上的动植物 却在鬼心出现了 怪物啊 突然一化成了 后来被成为兽神的怪物 在世界各地大肆破坏 前方出现兽神 不要惊慌 特别呼吸 不行了 我们的炮弹根本没有作用 救命啊 兽神是目前人类科技所不能抵抗 他们的出现 直接把人类逼至存亡绝境 但在这绝望期间 幸存的人类 竟然发现地球上出现了 许多神奇的传送阵 人类只要通过传送阵 就能以数字形态 传送这鬼心 人们来到鬼心后发现 这里是 天哪 鬼心似乎是一个超真实的数字世界 在这里 人类能转职成各种职业 每个人都拥有了数值 装备 技能 像游戏角色一样升级 获得强大属性 甚至还发现 要是在鬼心升级到一定程度后 就能把这股超现实的力量 带回地球使用 届时现实世界的人们 将变得和在鬼心上一样强大 甚至能以肉身对抗兽神 总之目前的人类 若想破除绝阵活下去 就必须从鬼心上获得力量 不 不要 不要 而这些前步后继 前往鬼心的人们 被统称为 探险查 不好 这里的幸存者就剩下我了 但现在我已经无路可逃了 难道我亲家当场来这鬼心 总是来送死的吗 二哥 想去鬼心就去吧 我和大哥会努力为你凑齐费用的 你在这里要好好干呢 我可不会亏待你呢 妹妹为了赚取我来鬼心的费用 年纪轻轻就受尽了苦楚 而大哥明明换上了圣衰前 还在努力工作 说在两个月内凑不起手术费用变回 可我现在不但没有完成转职 还只能白白浪费家人的积蓄 在这懦弱的等死吗 不 我已经快撑过五分钟了 与其在这座椅待毙 我就为了家人嘴吧 马上 马上就要完成了 要去 有那唯一能活下去的机会 将我 弹强转职吧 检测到您在北京成功五分钟 正午完成 求于您的行为比赌卒十分契合 恭喜您触发了百万分之一 获得隐藏职业的概率 谢您成功完成转职 祝贺您成为光荣的隐藏职业 什么情况 为什么坠崖后不但没受伤 之前的伤害全好了 听着 听您其实转职成功 刷新了基础属性 相当于满血复活了 你就是 与鬼系一同存在的AI智脑 可以这么说 恭喜您转职成功 下面我将给您介绍 赌卒的职业天赋 天赋 加倍 您得到的系统奖励或惩罚 都将触发双倍效果 并有百分之一几率触发超级加倍效果 超级加倍触发时 将场将翻至十倍 经您占获得加倍天赋的同时 触发了加倍天赋 因此职业天赋数量翻倍 您还将核外获得赌卒的第二天赋 什么 别人转职后只有一个天赋 我能有两个吗 是的 这是您的第二天赋效果 天赋 超级暴击 您的暴击伤害修改为两百倍 您的初始暴击几率为百分之零点低 下面 为您展示当前属性 我的四项基础属性加起来有三十六点 正常人转职后 总属性一般在二十点左右 我怎么高达三十六 因为加倍天赋 能把转职后奖励的属性点都翻倍哦 属性点也能翻吗 要这样的话 以后在鬼星上升级 正常人升一级加十点属性 而我翻倍加二十 那我升一级 我就相当于别人升两级 而且我还有第二天赋 超级暴击 正常人的暴击是两倍伤害左右 怎么可是两百倍 虽然目前的暴击率只有千分之一 但要是能提升暴击率 那我以后的伤害 会非常恐怖啊 太好了 这是刚才人脸收用的武器吗 之前我还只想着尽快转职 来鬼星为大哥赚到手术费 因为在鬼星上 就算职业再重 也比在地球上赚得多一些 但没想到 我竟意外触发了额外的转职判定 成为了隐藏的强力职业 武徒 这么看来 或许我能很快为大哥赚到医药费 然后让家人都过上好生活 您已顺利完成转职 请在七天内 尽快完成平安抵达圣药城的新手任务 不过 在新手试炼里完成转职 还只是第一步 接下来要做的 就是完成新手试炼的最大目标 在七天内抵达试炼区的终点 圣药城 不过想成功抵达 困难重重 首先试炼区域怪物遍地 一旦被杀 则试炼失败 然后 将被传送回地球 虽然在鬼星上死亡 地球上本人不会受到伤害 而且还能再次登陆鬼星 但这种看似不大的死亡代价 只是对有钱人如此 毕竟购买转职的材料 需要大量金钱 有钱人有无数次失措的机会 但像我这种穷人 必须一次通过 绝无二次机会 救命啊 好熟悉的招生 难道是 我的妈呀 救命啊 都别告诉我 我嘴巴蛇了 居然真是柱子 他被陆星蛇包围了 这蛇有剧毒 被咬一口 人脸兽都会毙命 而且那有三条 柱子别怕 我来了 凯 你怎么在这 凯 你别管我 快走 这些蛇属性很高 而且有剧毒 我们一击的人 是打不过的 一波 什么 凯 你能杀戮七者 利用柱子吸引注意力 绕到蛇的后方攻击 果然有效 你过现在就换我 被盯上了 完了呀 凯 这些蛇敏捷很高的 是吗 居然 这都能堕过 转折后 我属性翻倍 一击敏捷 看第二集 果然这些 一击路行蛇的敏捷 都不如我 那么 柱子 继续吸引他们的注意力 行 这 我就是吸引下注意 真被砍圈杀了 我明明是攻击力低的 敏捷之夜 居然有能秒杀 一击怪的伤害 看来这随便 从人脸兽手里 捡来的钢刺 碰巧是新手 距离能增加 攻击力的好装备 太幸运了 哇 传说新手 只有被怪物杀的份 哪有新人杀怪啊 凯 你怎么做到的 我是预计好 转职成隐藏职业赌徒了 你不能告诉别人啊 哦 赌徒 虽然不懂是什么玩意儿 但我的职业也不赖 武徒 怪不得你能在三条舍的围攻下 扛这么久 这可是咱们圣耀国排名前五的职业啊 鬼星存在多少种职业 无人知晓 但所有探险者 进入鬼星后 经历的第一件事便是转职 而转职成什么职业 正常是根据你在登陆鬼星前 买好的转职材料决定 一般有钱人 都是花几千万购买强力转职材料 这样来到鬼星 就能直接转职成强力职业 而穷人 只能买最便宜的转职材料 便宜的转职材料 只会带来战力极弱的职业 甚至是根本没有战斗力的废物职业 不过一个武徒转职材料要五千万 柱子 你哪来这么多钱 你不会借高利贷了吧 嘿嘿 哪有 说来话长 以后再细说 真的 那赶紧把这些蛇的尸体收了 据说尸体也能卖钱呢 在鬼星 很多打到的东西都能换钱 我也是想以此带鬼星赚钱 来回馈家人 而鬼星上尸体 装备之类的物品 会在掉落后 变成卡片 以供收取贩卖 获得物品 鹿行蛇的尸体 而且经过刚才一战来看 赌徒这职业 似乎比武徒都强很多 那个 你 你们好 我 谁 我 我叫苏暖暖 我一个人很难通过失恋 请问 我能和你们组队吗 是别的探险者 抱歉 我们自身都难保 再带上你 怕是 不 不要丢下我一个人 我职业是医生 我可以治疗你们 要是碰上这种毒蛇 我也可以提取毒液 增加你们武器的攻击属性 求你们 别丢下我 能乃能毒 好帅 咦 什么 这也是十大高级职业之一 而且几手失恋 似乎很需要治疗 刚才我若不是靠着转折会满血 怕是直接挂了 行吧 我叫江凯 他叫袁柱 一起组队去目的地吧 谢谢 谢谢 凯哥 你是因为好色 所以才变卦的吗 我爽别你 这新一代的腕表真不错呀 能精准定位探险者 在鬼星的位置 那是自然 现在市面上售卖的 大部分腕表 除了可以用来探测 鬼星的各个数据外 越是高级的腕表 功能也会越丰富 李教授 目前新人情况如何 我妹妹怎么样了 就目前新手失恋的腕表定位来看 也有很多新人被淘汰了 你妹妹苏暖暖 我查查 好像在和两个人组队 什么 他是胆子小肘人组队了吗 我再三叮嘱过他 新人切记组队 因为 新手失恋力 人数聚集的越多 引来怪物的可能性 就越高了 李教授 怎么样 查到暖暖的数据了吗 查到了 确实检测到松暖暖身边 出现两只人脸兽 糟了 一只人脸兽就可以屠杀新人 碰上两只 暖暖几乎不可能有生还机会 鬼星上的死亡 虽说只是相当于我们在游戏里的角色死去一样 并不会对地球上的本体造成身体上的伤害 我亲眼看着那怪物 也一点把我吃掉 怪物 跑啊 它 但鬼星上那种真实到极致的死亡体验 会给人造成重大的心理打击 我这句直接暖暖出来 做心理辅导 等等 暖暖她好像没死 什么 而且那两只人脸兽 好像都被他们击杀了 怎么可能 哎呀妈呀 那是啥玩意儿啊 那 那 那好像是人脸兽 快逃 不好 就此他们明天没有高 必会被追上 就此你们先走 什么 开 走 这里我留下就行 只要被追上去 死人都得死 只能我留下来 看能不能击杀人脸兽的 停 撤住 撤住了 不行 人脸兽的生命值似乎很高 我还没法抑制之命 可恶 要被杀了吗 我的新手试炼 要结束了 开 珠子 还有危险 我们回去救他吧 我 我 您就是给柱子 无图转制材料的恩人吗 也不知道您为啥看好我家柱子 他看起来是人高马大 其实胆子小得很啊 他要是在鬼星碰上怪物 肯定连战斗都不敢呢 是的 远住母亲 您孩子面对危险时 势必常人恐惧 当我发现 他有时尽管再害怕 可只要看到有人需要帮助 他就绝不会怯战你一个 滚到 凯 你 你因为我胆子小 就 就把我当外人保护了吗 珠子 我们是兄弟 兄 兄弟就是 要走一起走 要死 一起死 忠敬一击打倒人脸兽 虽然造成的伤害很低 这就是我徒的控制力吗 就是 坏 坚持住 宋暖暖 你回来做什么 你不是战斗职业啊 我 我 我不走 隐称一间伤员 正在再害怕 也不能走 当年我父亲 就是在抵御兽潮中 以我的身体医疗支援 苦战牺牲 现在我的队员也需要支援 我怎么能跟下你们逃走 我的伤 好了 你们还真是不怕死了 现在 就算是凡人一起 伤害也不够杀死人的兽 等等 要是碰上这种毒蛇 我也可以提起毒液 增加你们武器的根基属性 暖暖 你之前说过 能提取蛇毒是吧 不是的 那你能做到一边给柱子治疗 一边给我的武器敷上蛇毒吗 不知道 但 但我尽量 只能这样吧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这个方法或许能赢 虽然扛不住人脸兽的伤害 但柱子可以 虽然我的攻击不足以击杀人脸兽 但云南是能加工的治疗 像我们看 我们三人明显就是游戏中 标准的顿免输出的战斗组合 这些人 这些人 玩手啊 这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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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 2 怎么样 就算 给我控住一级人脸兽 没问题 请让我们三人凝聚成一个团队 要死吧 放棋池 这 这本是被称为新人杀手的人脸兽 能与之一战 击杀二级人脸兽一只 目前经认为五点 这 成功了 团队配合果然有效 现在就算是再来一只 我们也能完美击败 什么 传来的万表数据显示 他们真的击杀了两只人脸兽 可一只人脸兽就能屠杀一群新人 他们三个是怎么做到的 确实 据万表数据显示 暖暖目前是没有击杀能力的 他队伍里的五徒一级伤害也很弱 这么看 击杀者只可能是队伍里叫江凯的人 可是目前奇怪的是 查不到他的职业 查不到职业 怎么可能 能击杀两只人脸兽 还查不到职业 这星人 到底是什么人物啊 玩家江凯收集二级人脸兽尸体 成二 成功了 我们成功了 哈哈哈哈 没想到凯哥还能其中生智 太帅了 现在我们有对抗人脸兽的实力 应该能稳稳的到达试炼终点了 是啊 都可以直接去终点结束试炼了 不急 目前到终点圣药城的时间还很充裕 我们先不急着去 啊 别担心 你们知道通过试炼后 会计算积分 若能在积分榜上排前三 军方会奖励装备的 据说军方奖励的装备很不错 对星人在鬼星的发展 帮助很大 现在我们有了杀怪的实力 而杀怪能兑换积分 积分多了 就有希望上榜前三 所以 我们为什么不先去刷怪赚积分 然后把军方的奖励拿下呢 你这方法真的能刷积分吗 呃 虽然我一点都不怕 但你让我引这么多鹿行蛇 我会不会人先没了呀 哈 朱子大胆点 你可是武徒 特点是能打能扛 而且还有暖暖能随时治疗我们 就放心去干吧 杀我们 没那么容易 击杀三条P级路行蛇 目前经验只为十点 因为鬼心上的规则 是只有击杀者 才能拿到猎物的经验 又因为目前只有我有击杀怪物的能力 所以大家决定 先让我单吃几面 好让我先升级 也增强实力 这才能最大化保证队伍的安全 你 恭喜探险者江凯 今夜达到第百点 等级提升至二级 并触发加倍效果 升级后获得双倍属性点 沙灵天的陆先生 终于升到二级了 江凯 恭喜你终于升级了 快说说 升级后属性都变了啥 我升级加了二十属性点 目前两级 总属性五十六点 还算凑合 多少 多少 我知道升级只会提升力量 体质 敏捷 精神四项属性 但正常人升级就加十属性点 你竟然能加二十 而且二级总属性五十六点 好像都能和四级媲美了吧 好恐怖的强度 这没什么 职业特性而已 我的职业能把升级直列的奖励翻倍 但要碰上惩罚 也可能会翻倍的 你们记得帮我保密 虽然不是很明白 但感觉这职业很厉害的样子 可恶啊 这么一笔 我的武徒都不香了 叮咚 玩家升纸二级将获得一个职业技能 但因触发武徒职业天赋加倍 您将获得两个 啊 十二级会得到的职业技能也能翻吗 那么我现在有两个职业技能 啊 你技能还能翻倍 哇 好强 是的 您的职业技能一是鬼手飞排 投掷物品时附带百分之二十穿透效果 投掷卡片类物品时 物品卡除外 穿透效果提升百分之两百 但精神力消耗提升百分之一百 技能可收集 职业技能二是鬼眼专注 鬼眼专注可视范围 和目光追踪力提升百分之五十 使用时精神力消耗提升百分之百 技能可收集 是两个远程型技能吗 虽然还不懂怎么使用 但看来赌徒是远程叔叔职业 还挺适合我 好 我现在更强了 我们可以去刷经验值更高的怪了 嗯 让这小子装起来了 苏教官 又过两天了 没想到 你妹妹居然还幸存着 是吗 新人组队还能存活 看来那个叫江凯的 还有些实力 不得新手区的同志注意 新手试炼马上有危险了 请立即警戒起来 什么 大官 上头检测到 辽国这次又派了偷渡者 入侵我国新手区 并且还是罕见的大规模入侵 你们必须抓紧做好应对准备 大规模的偷渡者入侵 真的吗 未老 是假的 我也不会来这儿啊 走了 来自瑶国的偷渡者 可是专门虐杀他国新手 比你自阻碍他国发展的特殊职业 因为鬼星新手试炼的规则 是高级玩家不能进入新手试炼去帮助新人 所以新人 都只能靠自己通过试炼 加油 我们会努力的 但辽国的专属职业偷渡者不同 他们可以依靠促渡者的职业特性 潜入他国新手去 并且别国都无法反制 啊 不 不要 嘿嘿嘿嘿 杀了他 而且够对者不过使用残忍的手段 去虐杀他国新人 给予极其恐怖的死亡体验 不 不 就算杀了我 我也不要带去鬼星了 他们的目的 是让被折磨的新人 恐惧登陆鬼星 从而大幅遏制他国的新探险者数量 可恶 暖暖他承受能力那么长 一旦碰上那帮畜生 唉 做好新人的心理疏导准备吧 偷渡者罕见的大规模入侵 已经发生 所以 对于这次新手试炼呢 咱们 先做好无人生还的准备吧 那边 怎么了 那边 有东西 啊 凯 你干嘛呀 那边我们刚刚走过 明明什么都没有啊 在更远的那头 东西 啊 撞了 过去看看 啊 明明啥都看不见啊 凯不会是魔咒了吧 探险者 江凯 十九 短次可做武器 是 目前职业技能追手飞牌 增加了我投注物的伤害 而鬼也忽然住 则相当于叠加了望远镜 和慢放的特效 让我的攻击能打得更远 更准 也就是说 我现在能在远距离 在低阶敌人发现不了我的情况下 把对方拘杀 好了 我还差一点经验 就能升三级了 先去别的地方杀怪吧 嗯 嗯 我都还是一级 哈哈 队长 咱们二队运气真不错啊 没想到一来 就碰上了点心 哈 那现在咱可就有了了 你 你们是什么人 别怕孩子们 我们不是什么坏人的 我们只是想拨开你们的胸膛 把你们吊起来放血风干 或者啊 把你们剥皮后引来人脸兽 把你们慢慢天视而死 总之这次上头的目标只有一个 嗯 这个人是 就是要你们圣药的所有星人 都无法通过试炼 啊 这些人我知道 他们好像是专门虐杀星人的偷渡者 什么 我还看不出 他们等级都在三级以上 其中最高的 甚至有五级 啊 神多就算了 居然还有五级探险者吗 我现在的总属性 顶多和四级探险者对抗 但是想要对付五级 除非我能 神多们 开始享受吧 可恶 谁都那么做了 周子 暖暖 你们两一队 我们先暂时分头逃跑 好 嘿呀 这么快 这么快就大难临头 各自飞了 圣药人都这么怂吗 过去两个人 把那单独逃走的怂货杀了 剩下两人留给我们大部队 慢慢折磨 谁 这小子好挺快啊 咱马上要被追上咯 那小子人呢 嘿嘿 小子 你是要跟我们玩捉迷藏吗 好兴奋啊 等我们找到 一定先把你的腿砍断咯 肥了 这小子还想反抗 但拉击新人的攻击 我随随便便就能绑架 喂 你人怎么飞了 你没事吧 死了 这怎么可能 怎么会这样 这怎么可能 一起就死 这就是偷渡者吗 好像 没想象中强啊 你 你不是圣药新人吗 你怎么能杀我三级队友 等级二级 力量小于等于十 体质大于等于十 敏捷小于等于二十 精神力小于等于二十 防律零 暴击率不明 暴击伤害不明 什么 你三级综数星才四十五点 这新人总数星 在六十年左右 这怎么可能 不可能 居然 真的成功了 我堪比四级探险者的总数星 果然能击杀三级的偷渡者 刚才我提出分开逃跑 就是为了吸引少量偷渡者 方便我击杀 因为我现在距离三级还差一点经验 据之前在地球上了解到的 只要我击杀了探险者 就能 你成功击杀探险者 可失去被击杀者万表 并且可在被击杀者尸体消费前 选择是否掠夺被击杀者的经验 目前您击杀了两名三级探险者 每人可掠夺一百点经验 您掠夺多少 对方就会失去双倍经验 果然可以掠夺经验 而且击杀探险者的经验 比杀怪多那么多嘛 但我要掠夺他们每人一百点经验 好的 恭喜您升至三级 终于三级了 现在我总属性有七十六点了 你急得偷住这 估计才六十年左右 现在 我终于又回去救柱子他们的实力了 一个五图银的衣裳 哈哈 没想到一来就碰上两个盛要的极致 哈哈哈哈 如此优质的职业 咱可得好好折磨死他们呀 哈哈哈哈 朱泽 他被两个偷渡者追杀 他真的 还会回来吗 不会 一定会的 虽然看他平时在追女生时 老林真脱逃 但要是碰上他朋友 我亲人面临危险的时候 他们 无论是多么绝望的情况 嘿嘿嘿嘿 前夕做完了 去把他们的皮剥了吧 是 走 一定会出现 这短刺了 嘿嘿嘿嘿 我就知道 开会回来的 谁 谁在那儿 是刚才那偷跑的回来了吗 有种出来和我正面对战 出 出来 看不见 根本不知道在哪儿 难道圣耀是诞生了什么像偷渡者一样 能进入新手机的新职业吗 或是这样的话 走 逼迟跑 偷渡者队长要跑了 我兄弟还想走 我留下 偷渡者圈解决了 暖暖 你们怎么样了 凯 你终于回来了 可是 柱子 柱子哥他伤得很严重 我已经治不好他了 凯 我就知道 你会回来的 这次 我可能 没法地跟你们 走下去了 凯 暖暖 和你们的冒险 是我最美好的回忆 接下来 你们就带着我的份 努力地 通过失联吧 柱子哥 神奇 你怎么急急娃娃叫唤啥呢 行了 我故意留了六个偷渡者 打算没杀 你们俩快补到六斗经验 升级了就能满血复活了 对啊 鬼星上是能通过击杀探险者获得经验升级的 啊 还有这种 那我刚刚岂不是白山警啊 最我知道你小子在故作矫情 总之刚才这帮偷渡者折磨了你们是吧 那你们现在可以在补刀的同时 反正我折磨回去 告诉他们什么叫天道好轮回 嘿嘿嘿嘿嘿 嘿嘿嘿 这样不太好吧 嘿嘿 不好吗 在咱圣耀 这叫回礼 这可是一种传统美德啊 OK 是美德呀 那我可得狠狠地彰显美德了 这帮人是什么恶魔呀 你们不要过来呀 太恐怖了 太恐怖了 刚才是要有个新人 反过来把我们全杀了 他比我们还残忍 我爹也没想 还跳急了 这 什么情况 图渡者们能被拟成这样 难道幸要出现 能对抗图渡者的新职业了吗 不好 从刚刚暖暖万表 查获的数据来看 暖暖他们小队 肯定是当于图渡者了 什么 暖暖不会已经 从来没有新人 能从图渡者手下逃脱的 准备好他们的死亡心理疏导吧 不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是想说 根据数据显示 暖暖他们遭遇偷渡者后 不但没有死 反而还升级了 什么 怎么可能 碰上偷渡者 不死还升级 难不成 偷渡者是在帮他们杀怪吗 不 暖暖要是升一级 我还勉强相信 他是刷怪生的 但数据显示 暖暖一下子连升两级 你们说 有没有一种可能 是暖暖他们 杀了一群偷渡者 这 这不可能 军长 快 快给我看看 暖暖小队的数据 是 是 是 血本真的 斑极了 如果不是击杀了投渡者 血狮不可能 在短时间内连升两级 不太对吧 暖暖是非战斗职业 那武徒前期伤害也不高 难道偷渡者 都是拿江凯打残的 这也太夸张了 哼 我直觉告诉我 肯定就是那个江凯 但他等级职业不明 这怎么回事 我查到江凯信息不明的原因了 探险者之鬼星 都需要一个万表 用来在鬼星上 探查必要信息 但江凯用的 是最老款的初代万表 初代万表的服务器 早在十几年前就停止维护 不再革新数据了 所以我们很难查到他的信息 什么 都这个年代了 居然还有人用初代的老古董万表 有意思 去给我搜集 这个江凯全部的现实资料 我倒要看看 这小子是什么人物 是 厉害呀 没想到 我还真的靠升级 满血复活了 没想到我也 而且 我还获得了职业技能 判定践踏 现在 我可以击飞附近的敌人了 我也激活了职业技能 医者人心 现在 我的治疗能力更强了 不愧是武徒和医生的职业技能 一点都不花力胡哨 很实用 凯 你说我现在都比你高一级了 接下来 我会不会也能像你一样 虐偷渡者了呀 想什么呢 你以为三级就能虐偷渡者啊 我现在都四级了 你们看我属性 你小子 杀时候升四了 刚才不还是二级吧 而且总属性 九十六点 都相当于八级探险者了 刚才我逃跑时 杀了两个偷渡者升三 回到这又杀了五个 还杀了个五级的 所以就升四级了 他怎么又逼我装啊 我受不了了 那下一步 我们要怎么做呢 下一步 我之前听到那个队长说 他们是偷渡者二队的 那么 接下来 我们就去猎杀偷渡者一队吧 哪来的国际笑话 二队能被几个新人灭队 我做梦都不敢这么想 就是啊 他们要不退休吧 别掉以轻心 上级既然说了这事 就不是空穴来风 我们也得提防着点了 防啥呀 新手去封林也就五级 而咱们队都是五级 在这里 就是神党杀神 佛党杀佛 就是 不是吧 凯 你确定要打九个五级偷渡者 要不 我们还是走吧 别怕 以我现在的属性 就算杀不了他们 保护你们撤离也是没问题的 况且我们不杀他们 他们就会对我们国家的其他新人下手 所以与其被动防御 我先下手为强 小心 有人 检测到了 是个四级的新人 四级 新人到了这个地方能活着就不错了 哪能升级啊 这没准就是能灭二队的人 不错 这可是一个重大发现 如果有人 是警戒队型追上去 打下他就是大军功 不好 偷渡者居然还知道保持队型吗 之前我们定的计划 是我先有敌 等柱子找机会 用汉地践踏击飞所有人 我再抓住偷渡者们被击飞的间隙 将他们都杀掉 但现在偷渡者队伍拉得太长 柱子如果不能一下击飞所有人 只有最后但凡留下几个偷渡者 都可能会被他们逃走 不过就算如此 我不是没想好对此 我只是想要把偷渡者 从小那干净的话 就可能算我赌上去 救了他引诱了 这小子怎么往回跑了 往哪儿跑呢 你小子是下得慌不得路了吗 给你老子清醒点 哟 还能跑 不行 还不够近 挖了他的皮 狗狙击的 不够近 搞什么呢 我们都是狗狙 狗狙小子 怎么能够过我们的所有攻击 搞什么呢 我们都是狗狙 这狗狙小子 怎么能够过我们的所有攻击 不对 队长 刚开始探测时间太短 没查清他的属性 但刚才我一直通过 高级万表检测他 我发现 虽然他的总属性 我还查不清楚 但现在我能查到他的敏捷 我才三十点左右 什么 三 三十点敏捷 你看错了吧 我五级敏捷还不到二十点 要是他敏捷够我这么多 那我怎么可能砍得到他 不对 万表很难出错 若那小子真有这么高的敏捷 那他不就是假装被我们追到的 狗狗 我们中计了 快撤 什么 一巴二傻子终于发现了 但现在你们的队形 都被我们骗在了一团 这时候想跑 已经晚了 看着你健康 干得漂亮 猪子 接下来 找给我了 一次性解决 天哪 有个武器 一下全灭了 凯 你什么变态啊 探险者江凯 击杀五名五级偷渡者 一共掠夺两千经验 探险者江凯 在新手区经验达到封顶 升至新手区最高等级五级 终于五级了吗 击杀的探险者 每高一级 可掠夺的经验就翻一倍 一个五级探险者 就能掠夺四百经验了 哇 凯 你五级了 听说五级在新手区 是封顶了 天哪 你这就封顶了 没什么 探险者杀探险者 经验高吗 我还留了四个残血偷渡者 你们快补到掠夺经验吧 好的 那接下来做啥 之前为提升战力 都是我先刷怪拿积分升级 现在我刷够了 接下来 就还我带你们刷怪拿积分了 等你们也拿够积分后 就是时候去终点了 好的 接下来 也终于轮到我刷怪了 大家注意 这里接近终点 应该能刷很多积分 不过越靠近终点 怪物越可怕 甚至有新手区boss出现 我们一定要小心 嗯 什么东西 是 是人脸兽的尸体 他们身上好多咬伤 是被什么东西咬死了吗 刚才我远远也看到了这样的惊慌 我不是有什么金色生物 杀了两只人脸兽 金色生物 什么生物 能高似两只人脸兽啊 那玩意儿 不会奔着我们来了吧 什么东西 金色 是金色生物 这玩意儿 真的定上我们了 开 小心 开 当心 那东西伤害很高 会咬人 小心被咬 太可怕了 什么情况 什么 这 这么快的东西 居然被砍 随手抓住了 你们觉得这东西很快 这不就是一只 飞飞的胖老鼠吗 混蛋 你骂谁又慢又肥呢 被你抓住不过是本属的失误 这小老鼠好像不服气呢 那我 再放开你试试 你敢救救我 你小的放手干嘛呀 那可是有死两只人脸兽的 没事 他对我来说太慢了 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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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快的吗 好 好厉害 这老鼠好像被我抓服了 都不逃了 变得 凯 你这是靠手速捉了只宠物吗 也不知道这老鼠 能不能驯服当战力 但能摆剪两具人脸兽尸体 还是很赚的 你俩差点经验就生死了 咱们快把尸体收了 去抓罐 争取失恋结束前 让你们都升到五级 小叔叔好可爱 感觉跟凯伊比 我这无头 我这无头好像啥也不是啊 到了终于到了 这么多天 终于走到了新手试炼区的终点 这位新人 恭喜你通过试炼 我们是新人监影官 欢迎你 正是成为鬼星的一位探险者 但可惜 在你之前已经有人拿下第一了 不过名字不重要 新人能通过试炼 就很不错了 长官 我确实不是第一个到这儿的 但你凭什么以为 我就不是第一名了 什么 排名可是按积分算的 有这么多怪物尸体卡 可是能换很多积分呢 你一个新人能杀那么多怪物 废话 我可是皇家二少爷 未来玄武功会的高层 我来鬼星前就已经特训过了 什么 是座右玄武功会的皇家吗 玄武功会可是圣要十大功会之一 是大家族的话就不奇怪了 那恭喜你 从积分看 你现在不仅是这次江中城区域 试炼的第一 甚至还能进入整个圣要国的前十名 好 今天我皇伟就把话放这儿了 拿下势力第一 不过是我作为新人的第一步 接下来只要再给我些时间 整个鬼星 并将是属于我皇伟的时代 奇怪 按道理 越接近终点怪物会越多 但我们走了半天 怎么一只怪物都碰不上 总不会是被这老鼠吓走了吧 怎么可能 叔叔明明这么可爱 什么动静 什么动静 这是 无影狼 糟了 哪些失联区暴死无影狼王 原来我们是闯入了他的领地了 我们被包围了 凯 我听说狼王是新手区从未被击杀过的最强人物 放上的人都死了 现在该怎么办 怎么办 这的狼区数量太多 我一个人还有可能逃走 可柱子他们肯定跑不过 那就只能拼死一搏了 柱子 南南 我们跑不了了 只有杀了狼王才可能突围 快一起配合击杀狼王 跑 我的 看地剑踏 困得漂亮 柱子 暖暖 神山带给我的武器 附加陆星星独自 献 献下来看我的 猴发无伤 什么 你能击穿狼王的防御 他们来了 不好 狼王只会狼群发动作弓了 凯 何故狼王也没用 还有别的办法吗 不行 狼王防御太强了 现在狼群围上了我也杀不完 谁打扰我睡觉 90声 foundational 你看 猴子 狼群 都 Pan 救命 amaz 救命 救命 Montana 救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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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疑马 救命 救命 如果狼王的皮毛被破开的话 只要往伤口攻击 我们的防御 就往新疆 我还要效果 现在只要继续 对五眼钻住 对着伤口攻击 就一定能 什么 他一天就 击杀了 巫影狼狼王 什么 他一接见了 杀了 巫影狼狼王 我 恭喜探险者江凯 击败试炼区boss 巫影狼王 我本来想着打持久战 结果刚才那一击 居然触发两倍被暴击 也是 耍怪这么久 都没暴击过一次了 到现在暴击一次 也算正常 凯 快看 狼群 狼群好像要跑了 柱子 囊囊 你们还能打吗 能 那就好 现在没了狼王指挥 这群狼狼不过是带载的羔羊而已 想想他们刚才是怎么对付我们的 别疯狂他们 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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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完了 哇 没想到 我们成功解决戏手去boss了 嗯 我们好厉害 刚才我留下了很多残血无影了 你们都赶紧补刀赚击分吧 嗯 那 接下来呢 现在我们有这么多击分到手 接下来 当然失去终点了 哈哈 这就是我们圣药国在鬼心上的领地吗 哇 好宏伟 当然 圣药城可是圣药国的人在鬼心的最大活动基地 啊 啊 大叔叔跑了 哼 没事 这是那小家伙的自由 要是有缘 我们没准还会再见的 哇 这接待大厅可真大呀 好多人哪 恭喜通过试炼 我是新人接引官小偷 现在所有通关新人都在这儿了 长官 我能看看通关试炼的新人排名吗 啊 当然 我 嘿嘿嘿 好巧啊 没想到给我家打工的小喽啰也来参加试炼了 不如我来给你看排名吧 哼 你想到黄伟这家伙 你居然早就来了 哟 哥们可是第一 而你们也完美地包下了第一 不过是倒数的 哈哈哈哈哈哈 哼 看看这帮废物 这成绩也好意思吧 嘿嘿嘿 都是一分都没有的废人 我妹妹为了给我攒钱来鬼心 就在黄伟家打工 而这人渣居然多次想骚扰我妹妹 而且黄伟也经常拿我哥生病来羞辱我 哈哈哈哈 你哥是病秧子 你是废物 黄伟 我劝你嘴巴干净讲 没事的 柱子 不好意思各位 恐怕黄伟说的排名 马上就要重牌了 因为前三 要被我们三人包了 他刚刚说什么 哈哈哈哈 发什么神经呢 三个倒数要包前三 靠嘴吗 哈哈哈哈 是啊 该做心理辅导了 哈哈哈哈 三个傻子 柱子 暖暖 我们不装了 嗯 嘿嘿 就等你这句话呢 那就 参牌吧 什么 这 这 这怎么可能 这 这么多怪物尸体卡 不仅有人脸兽 还有这么多无影狼 不会吧 这 是不可能 我还看到了无影狼 王 开什么玩笑 你 我们几个废物 你几杀这么多怪物 甚至有无影狼 王 这怎么可能 是不是真的 海明会告诉你 快快看 海明真的被更新了 啊 怎么说 他们的积分 居然真的属实 怎么可能 二姐 他们真的 拿下了前三 你以为这就完了 长官 请问 而且这次试炼 有没有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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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装备奖励呢 什么 原本第二名第三名的奖励 由B改为A级 而第一名江凯的奖励 所有A级改成S级 真的吗 是 是吗 太好了 谢谢 什么 奖励居然提升到了A级和S级 A级就有这么好的装备吗 江凯的鬼心小课堂开课 目前鬼心的装备 分为S到F品质 F为最差的品质 S则是极品 一般BC级品质装备 就已经很不错了 而更稀有的A级和S级 则是每个太监者 都梦寐以求的装备 可恶 江凯得到S级奖励就算了 还敢把我从榜首 挤到第四 不公平 这成绩一定有问题 江凯一家人都是下等人 下等人 凭什么逼得过我 皇位 军方都来证明了还不够吗 还有我警告你 别无数我的家人 怎么 老子有说错吗 你家不就是地等的贱民吗 皇位 这是病样子 妹妹就是个洗碗的 你也就是被我按在墙角 打得砸碎 今天 居然敢骑到我头上 让吊知道你那女仆妹妹还在我家打工呢 你敢折祸老子 放心我哪天把她 请够够你 别 别误使我家人 什么 开 对皇位 出手了 皇位 皇位可是来自作用全国十大工会之一 玄武工会的皇家呀 这江凯 这江凯 敢对他动手 江凯 你 你敢对我出手 知道你会面对什么吗 你都放话要对我家人出手了 我还会管你是谁 在这末世 家人对于我而言 可是最重要的 江凯 不要冲动 让他去 我想看看 他到底会做些什么 只要有人敢动他们 无论是谁 我都一定会出手 而且 当 还会下死手 探险者江凯 成功击杀 第一级探险者 皇位 可掠夺六点经验 是否选择掠夺 哼 才六点经验可以掠夺 大家多就这么去 是吗 他 他居然敢杀皇家少爷 虽然鬼心上被杀 现实中不会死 但皇家的玄武功会 可是一方剧情哪 不错 这小子虽然莽撞了些 但军人 就该有这种血腺 不愧是上头 指定想见的人 各位 刚才是皇伟先动手挑衅 江凯是自卫反击 这事 就先告一段落吧 江凯 你们三个跟我走吧 我带你们去领奖励 是 多谢长官 天哪 凯 你刚才摔爆了 很大提呢 就等了 这就是军方破格奖励你们的装备 快打开看看吧 谢谢 就等了 这就是军方破格奖励你们的装备 快打开看看吧 谢谢 哇 起生命玉石 这可是医生职业出击梦寐以求的装备 生命玉石可增加体质 精神 各式污点 并对治疗和制药有加成效果 很不错 快看 我的是皮甲 好帅啊 黑炎西皮甲可增加防御力量各十六点 还能降低百分之十六的伤害 是弓手兼备的优质装备 哈哈 我这也太适用了 哈 你的也快打开看看吧 好 这些 未鉴定装备 需鉴定 嗯 居然是要鉴定卡才能看的装备 哇 需要鉴定卡 那一定很不错吧 是的 品质好点的装备 一般都需要鉴定卡鉴定 我正好有几张可以帮你们鉴定 九节追命 S级武器 提升九点力量 九点穿透力 九点领劫 特殊效果 每使用一把追命 暴击率和暴击伤害将提升百分之十 最高提升百分之九十 触发暴击后 所有追命的加成效果将被重置 哦 居然是暴击类武器吗 新人攻击力低 就算暴击了伤害也不高 再加上加的属性也不是很多 这S级 似乎都不如A级呢 啊 长官 这就有点坑我兄弟了吧 那么卢长官 开的装备能换吗 呃 很麻烦 但我可以帮你申请试试 不 不用换 我就要这个 啊 这装备哪是坑我呀 这 这分明是最适合我的极品装备 要知道如今我的暴击伤害 不是常人的两倍 而是两百倍 只要暴击 就算是无影王王也挡不住 但可惜我暴击率极低 要是碰上强敌 估计没打出暴击就死了 很难有用我之地 但九节追命 每把打出都至少能加百分之十的暴击率 第九把打出 甚至能加到百分之九十 几乎是必定暴击 这装备 甚至可以说是赌徒完美的专属神器 嗯 行 江凯喜欢就不换了 然后 你们试炼过了 想回地球的话 就可以回了 只是 江凯 我要特别提醒你一下 接下来可能有人会去找你 我这边 劝你回家时最好小心一点 哦 没想到这么顺利地通过了新手试炼 不知道大哥他们知道后 会是什么反应 我们这儿 怎么来了这种级别的豪车 是谁发达了吗 算了 和我也没关系 大哥 英子 我回来了 猜猜 你 哼 哟 等了半天 终于有人回来了 听说你小子今天在新手试炼里好威风啊 你是黄伟的哥哥黄达 你们想做什么 呃 那欺负人 从没人敢欺负到我们黄家人头上的 所以你能让黄伟一个月不能上线 我就能让你一辈子不上线 去死吧 我 我 要死了吗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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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人 江凯 我应该让人提醒过你 回家注意点吧 你怎么就没当回事呢 都别动 军方办事 呃 什么 是 是江中城军区的最高指挥官 卫英 最重大人物怎么来了 哼 我们是为了江凯来的 今天 你们是惹了不该惹的人呢 呃 呃 总指挥 是为江凯而来 怎么可能 呃 这小子究竟什么身份哪 什么 江中城最高指挥官这种大人物 会为了我 老师弟 呃 呃 为指挥 谢谢你们今天来救我 只是 不知道你们为什么 别紧张 我们找你 也是有目的的 这次新手试炼 你 袁柱和苏暖暖 都表现优异 你知道 在你下陷后 袁柱和苏暖暖 已被邀请加入军方了吗 我们来此也是想邀请你的 毕竟你是新职业吧 江凯 你 知道一个新职业的出现 意味着什么吧 目前鬼星探险者的职业有很多 每个探险者每上二十级 都会面临一次转职 其中每次转职 探险者的属性 技能 都会发生变化 有些会变得更强 有些则会变得更弱 目前很多职业转职到后期 你就基本没用了 所以为了找出更强的战力 军方也一直在发掘新的职业 而你拥有的 目前看起来就是一个很强的新职业 所以江凯 你愿意以新职业的身份 加入军方吗 你放心 我们没有强迫你的意思 很抱歉在来之前 我们已经调查过你家人的资料 知道你哥生病了 只要你现在答应加入军方 军方不但会保护你们一家 甚至连你哥的医药费 都会全程担下 你去鬼星 是为了你哥的医药费吧 你好好考虑一下 答应的话 明天就来军方报到吧 到时找我就行 抱歉 我拒绝加入军方 为什么 我知道加入军方是好事 但那是对于确定了未来发展 会很强的职业而言 比如柱子的武徒 和暖暖的医生 但我不一样 我可是新职业 记得当年酒鬼作为新职业出现时 不已受到了军方高度重视吗 当时军方大力援助酒鬼 酒鬼一时如日中天 但当军方发现酒鬼发展下去作用不大时 酒鬼不就被军方抛弃了 看看酒鬼的现状如何 而且我们兄妹三人在这澎湖区相依为命十几年了 我们更习惯把命令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而不是寄托于他人的保护 可当前人类处于末世 你的新职业没准能为全人类带来巨大的改变 抱歉 我没那么伟大 我只想保护我的家人 安安全全地活下去 你 算了 我懂这小子意思了 十几年的人生遭遇养成的习惯 不是一两天就能改变的 但是小子 要知道 你哥可没多少时间了 而且在这个末世里 单打独斗是行不通的 不如我们来打个赌吧 在接下来一个月内 军方依旧会保护你家 不受皇家骚扰 如果你能在一个月内赚到你哥的手术费 证明自己有保护家人的实力 我就同意你拒绝加入军方 但若赚不到 军方就会承担你哥的医药费 助他续命 而届时你也必须加入军方接受考察 如何 这 行 我答应 如今面临和军方的赌约 我必须快点回鬼兴 给哥哥赚到手术费 而且再加上皇家的危险 我们说没三人 不能再住在这种地方了 必须搬到安保级别更高的区域去住 以保证安全 所以这次重回鬼兴 任务繁重 下次 我一定要带着足够的钱回来 通过新手试炼后 在鬼兴的冒险 就正式开始了 刚在焦虑区换了身形后 我也终于能在鬼兴打怪赚钱了 通过新手试炼后 在鬼兴的冒险 就正式开始了 刚在焦虑区换了身形后 我也终于能在鬼兴打怪赚钱了 不过新人想在鬼兴上赚钱 就必须先加入一个工会 因为鬼兴上怪物强大 单人去打怪 基本必死 所以新人冒险者 都必须加入工会 组团打怪 毕竟工会就是一个大团队 只有跟团 才能提高生存率 那么 我就来看看有什么工会可以加入吧 您好 我要加入一个工会 不好意思 您是姜凯吗 目前您一个工会也加入不了呀 啊 为什么 因为您得罪了皇家 您现在已被所有工会 列入黑名单了呀 在已被出意外的话 您以后只能一人单条鬼心了呀 什么 得罪了皇家 就没一个工会敢收我了吗 难道冒险还没开始就要结束了 这位客人 请问您是在未去哪个区域打怪而犯愁吗 我是算命牵手 可为您算出最佳区处 一次只要一百果心币哦 试试吗 试试吗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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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无神论者 试试试uster 试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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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 pressures 别走 您可以砍价啊 八十 三十 或者我给您免费算一贯 就当是开业绸逼也行啊 免费啊 那总麻烦您了 我现在迷信还来得及吧 免费就回来了吗 这人真抠啊 算了算了 就当熟练技能吧 天翻不知 全昆不灭 月月 你现在处于危机之中 若不想被危机缠上 愿意你去 国王谷 危机 我确实处于被皇家盯上的危机中 只不过安全区内规定不能杀人 皇家还不好动我 目前新人首选冒险地 都是一至十级的灰烬平原 但皇家大概率会派人在那儿杀我 而太平山道 是十五级以上探险者才不去的地方 目前我去了应该必死 至于国王谷 是十级以上的区域 以我目前的实力 去国王谷应该能勉强应付 皇家大概也没想过在那设服 行 既然皇家不让我加入工会 那我就单挑鬼心给他们看 国王谷 便是我的第一个目标 谢了 多谢指点 真的 他怎么一个人去国王谷了 天哪 我说的是祖团器啊 国王谷是什么地方 他一个新人去不是纯送死吗 算了 溜了溜了 不关我事 你也回来跟我唱平就行 这就是国王谷了吗 也不知道这里的怪物强不强 有动静 坚持住 这距离兵源是十一级的 咱们都是十级 拼命点应该能拿下 再加把劲 这就是探险者的团队战斗吗 好激烈 而且国王谷的怪物看起来好强 不知道我碰上的话 能不能打过 什么 真来了 我只是想想而已 没那么巧吧 距离飞人 等级十二 平价 归行 距离飞人 等级十三 平价 归行 天剑小队击杀十一级 距离黑猿 哈哈哈哈 终于赢了 我们太棒了 队长 我们四个师体 打十一级黑猿 居然没减缘 这战绩 是不是能拿去吹了 当然 也不看看谁是队长 糟了 我这是闯入了他们的领地吗 对 队长 那边居然有一个人 在和三只黑猿战斗 而且每只都比我们打得 这只等级高 我们要去帮忙吗 蠢货 那人肯定是太逞强 一次性吸引到了三只 现在他一直也干不掉 我们去了 也必死的 我们还是赶紧走 击杀十二级 距离黑猿 nice 没打出一把追命 都能提升暴击率 打出去的第五把 终于触发了超级暴击了 击杀十二级距离黑猿 什么 我们拼了老命才击杀了一只 十一级的距离黑猿 那小子竟然一身 就秒掉了一只十二级的 下一只 击杀十三级距离黑猿 nice 这次只靠一把追命 加了百分之十暴击率 就触发超级暴击了 什么 又 又秒杀了一只 很好 现在就只剩一只了 这 这十四级的距离黑猿 是这附近最强的怪了 我不信他还能秒杀 现在只剩三把追命在手 但我精神力和体力 也都快消耗完 马上逃不动了 只能在被他抓到之前 击杀的增大暴击概率 我先杀死他 太好了 清净所有武器 真的让我堵出暴击了 击杀十四级距离黑猿 他真的 他真的把三只都杀了呀 十几人以上的团队 都很难连上三只距离黑猿吧 这是什么人啊 没想到这的怪物 也没想将中难打 现在一下就三张尸体卡到手了 看来一个人刷怪 好像也不难 大神 完了 大神走了 碰上这种大神一定得攀关系啊 一开始是你们谁拦着不让我去帮大神的 真是灰死我了 我没看错吧 三五图一事兵一衣裳 这是皇家玄武工会里赫赫有名的猎鹰小队吗 他们怎么会来新手区的灰烬平原 好强的样子啊 我们搜遍了灰烬平原 居然都没找到那个江凯 听说最后一个见过那江凯的人是你 赶紧告诉我们 他在哪儿 你们想找他 做什么 这不是人尽皆知吗 江凯惹了皇家 我们是皇家派来报仇的 是 是吗 江凯去了国王国 你们可以去那儿找他 行 但你要是敢骗我们 等我们回来 你就死定了 猎鹰小队 可是皇家二十几冒险者里的顶尖小队啊 他剩这么强的队伍 那个叫江凯的绝对死定了 强吗 对于没礼貌的人 下面先生可不会说实话 刚才 我暗中给他们算了一挂 算出他们这次去找江凯的结果 大概率是 死 很好 杀了十六只距离黑猿 终于升到六级了 据说一只距离黑猿的尸体能卖不少 虽然刷下来很辛苦 但只要继续刷下去 哥哥的医药费 就有着落了 喂 那边那小子 想加入我们一起狩猎吗 嗯 这位朋友 有兴趣加入我们吗 你们是 我们这里有三队人马 在组团狩猎精英距离黑猿 打赢了有精英宝箱可以分 怎么样 你加入吗 狩猎团队 但我没有队伍 我就一个人呢 没事 我们正巧就只需要一个人少 看到了吗 那边有四只精英距离黑猿 他们守着的洞穴里 就有精英宝箱 但四只精英黑猿太强 我们只有三只队伍 所以需要你去把其中一只黑猿引开 只要你能引开一只 再等我们三队分别解决剩下的三只 你回来就能一起分宝箱了 精英宝箱吗 据说精英宝箱里 有许多好东西 比起怪物尸体可赚得多 我必须想办法拿下 但面对正常人必须组团 才能打赢的强大精英官 他们居然想让我一人独自引开一只 孙明是没想让我活着回来 这样他们三队就能吃下四队才能打得宝箱 不过我现在已经上了贼船 不答应怕也是走不了了 好啊 我同意 好啊 那就行动起来吧 大家注意好 一队一支 小哥快干事 在哪 该死 不错 那小子真做到了 那么这样就少了一队分宝箱了 现在能安稳稳的一队一支 让我给我弯命上 这也太算计人了 这精英黑猿的属性 怕是普通黑猿的几辈 我和一个普通探险者来 早死了 不过 我可不是普通探险者 漂亮 没想到就算是精英黑猿 也扛不住我一次超级暴击 那么 为了宝箱 接下来该轮到我利用他们 大神的下把劲 爬完就能换宝箱了 没想到这么轻松就进来了 而且真的有宝箱 看起来应该能值很多钱 太好了 有了它 也不枉我方才独自引开那支十五级的精英黑猿 为什么突然感觉到一股恶寒 什么 洞里还有一支二十级的精英黑猿 他们是正前没探测到吗 土元素精英距离黑猿 等级二十级 级别 危险 他只能挡住出口的方向 他传闲战斗了 打到眼睛都无法造成伤害 土元素精英级距离黑猿 二十三点防御 当前攻击无法穿透目标 提两防御 无法造成伤害 追命穿透只有九点 打不穿二十三点防御 难道要和打狼王时一样 必须先穿透防御 才能造成伤害吗 好痛 属性相差太多了 我不会是 要死了吧 在鬼心上死亡会被惩罚 需要等一个月才能再次登陆鬼心 要是这样的话 那不就直接输了和为指挥了赌约 那我连带着哥哥和妹妹 都得被迫依附于军方了 但是我现在好困 好困 好困 喂 醒醒 喂 醒醒 千万别睡过去 要努力保持清醒 大哥哥 大哥哥 大哥哥一定会 一定会把你们从战场救出去的 什么呀 我怎么能想着睡过去呢 大哥当初在寿神战场 都能凭死把我和妹妹救下 所以我又怎么能 在心里造下 金杀 二十级土属性精英 距离黑源 成功了 虽然土属元素黑源体表防御高 但他口腔内的防御不高 只要攻击他的口腔内部 就无需传动防御 就像当初先不过 撇在击杀狼王一样 那么金银宝箱 就归我了 我们赢了 多亏那小子引走了一只 不然我们得被全灭 但那小子肯定是死了 好事啊 那小子死了 我们还能少一个人参与分宝箱呢 走吧 宝箱可都在里面等着我们呢 这回咱们转大了呀 怎么回事 宝箱呢 金银宝箱怎么没了 老大 我刚想起来 刚在战斗时 我好像看见那小子 脱模进山洞了 什么 你为什么不早说 我 我以为当时是我看花眼了 因为我不认为它能活下来 什么 队长 那我们岂不是白岛了 为了这次 我们可是忙活了几天呢 您看 虽然没打到宝箱 但您是不是还得给我们发工资啊 您可还签我几个月工资呢 来到最后 是我们被那小子算起了吗 到这应该就甩开那帮人了 那么 你来看看金银宝箱里有什么吧 太棒了 居然有这么多矿石 而且还有装备 装备和矿石带鬼心的价值 可比怪兽尸体搭太多 陷下发财了 还有一个装备 这手套是什么装备 攻击类的吗 戴上试试 戴上后感觉身体轻变了 而且更有力了 难道是增加敏捷和力量的装备 来攻击试试 矿刺上出现了普通的火焰 原来是给武器附着普通火焰的装备吗 在鬼心 火焰有很多种 特殊的火焰 能在战斗中 给对手造成高额伤害 而普通火焰伤害很低 几乎不能拿来战斗 只能用来做照明 或烹煮食物 普通火焰 给我挠痒 难不成这玩意儿以后 只能拿来做烧烤了 这什么事 这次之金银级土手型黑猿 糟了 这是恰好被我用来施手套的攻击给打中了吗 刚才对付一只土手型黑猿都陷入苦战 现在已下自制 先不想干掉之前那只的一样 转门攻击他们的嘴巴了 无法穿过防御 造成伤害为零 不好 这几乎居然在遭受攻击时制造护嘴呢 这些人张开嘴 我手里的追命 也不够杀死四只 难道 我竟然要死在这儿了吗 这火苗怎么扩散呢 好大的火 是什么情况 黑猿们怎么突然 击杀土元素精英 距离黑猿四只 全死了 对了 我刚才好像看见了火焰的伤害 从十 变成了两千点 收集 烧焦土元素 距离跟人身体四只 两千不是识得两百倍吗 难道说 这手套打出的普通火焰 能继承我的两百倍暴击伤害 而且还能让火焰扩散 造成群伤 要知道普通火焰威力虽小 但只要怪物没有火炕 那伤害 就能无系怪物防御 每秒能烧两千点的话 那我简直相当于直接化身火法了 这装备简直是我的专属群伤神器啊 如果不用再担心打不穿怪物防御的情况 那我岂不是能 之后那一晚 国王谷的巨力黑猿们 见着他们原生的 只爱时刻 他们从没见过 只用普通火焰 就能把他们烤成牛蛙的人 也没见过一个 只要看到什么东西带有血条 就全部不放过的 恶薄烧烤师傅 方圆十里 宝物不留 太好了 一晚上杀了几十只巨力黑猿 终于升级了 目前手套的火焰伤害在群伤上 也已经是二十几以内无敌了 而且还刷到了十个精英宝箱 加上一堆黑猿尸体 应该能卖很多钱 不过一个人在鬼心单刷 还真有些孤单 真怀念和柱子暖暖一起战斗的日子 也不知道现在他们怎么样了 不过他俩有军方做靠山 混得怎么也应该比我要好吧 怎么这也没了呀 是哪个混蛋杀光了国王谷的黑猿的 来国王谷快一整天了 一只黑猿也没碰上 还让不让人混了呀 好怀念凯带我们耍拐的效率啊 下等兵援助 苏暖暖 不许说这种丧气话 当初你们之所以能刷怪 是因为在新手试炼区 而这里对新人来说 可是高等级怪物区 要是江凯带你们来国王谷 指不定多彩 我特意腾出时间带你们过来历练 不是来听抱怨的 走吧 必须去找黑猿吧 是 但我还是想凯 我也是 说来也怪 来国王谷几天了 就只找到这几只普通黑猿 杀区区几只普通巨历黑猿 对于我们而言 真是轻而易举 王谷少爷 让我们来杀那江凯 简直大财小用 一人也就能单杀一只而已 不过如此 前几天我们可是看见了一个 能单杀三只距离黑猿的大神呢 就是 那场面真是牛屁啊 一个人单杀三只又如何 大概 对于你们这种低等级的人而言 这已经是特别了不起的事了嘛 四鸭子嘴硬 算了 我问问你们 有没有人在国王谷 看见过这个人 巧了 这就是我们说的 一人单挑三只距离黑猿的大神 嘎嘎帅 喂 你们是瞎了吧 看清楚了 这只是一个五级先人 是啊 别因为嫉妒我们 就什么都胡说八道啊 哼 不信你们就去找这位大神啊 我们刚还撞见他要出国王谷呢 我还跟那位大神打了招呼呢 什么 那意思是 就该就在这附近 快走 都在这破地方撞了好几天了 也是时候 给皇位少爷一个交代了 是 终于能杀死那小子了 看起来他们是要去找那大神的茬 大神的气质 一看就是低调的世外高人 这几个人这嚣张劲 在漫画里一般都是炮灰设定 就是 此时 国王谷的出口处 人满为患 倒霉死了 怎么这次来国王谷 一直黑猿都碰不到啊 哎 据说是发生山火全烧死了 等刷新了再进去吧 是啊 反正大家都得等 又不是被谁一人刷光了 此时 一人刷光黑猿的罪魁祸首 正好路过 三天时刻刷光黑猿 等计也提升到了十几 还拿下了十九个金银宝箱 可以先回盛阳城卖钱了 喂 江凯 给我站住 藏头烙尾躲了那么多天 你可让我们找得好辛苦啊 天哪 这不是皇家玄武功会的猎衣舞队吗 这小子怎么惹到这种精英级的小队了 皇家 玄武功会 你们是皇家派来找我的 明知故问 难道忘了自己 在新手试炼中惹了谁吗 你这下等人 敢惹皇伟少爷 我们就是来要你命的 新手试炼时是皇伟动手在先 我只是反击 你确定要对我动手吗 不管你们谁对谁错 你知道杀了你 皇伟少爷会给我们多少钱吗 是吗 既然你们为了利益 就选择是非不分了 我也不必留守了 可笑 地标没中 难道这小火苗就是你的技能 我现在很怀疑 少爷真的是被这费勇杀了的吗 居然又普通火焰战斗 这么低的伤害 简直丢人现眼啊 我还以为多强呢 这是在给人家点烟的吗 可笑 我这火苗现在伤害是低了的 但要是我能让这火苗的伤害 升高一点呢 队长 怎么回事 这火焰伤害怎么那么高 怎么我跟着也要 我怎么也下来 探险者江海团灭猎鹰武队 可掠夺队伍经验 这什么情况啊 好了 既然你们非赶着给我送人头 那这份孝心 我就收下了 这小子一人就团灭了联姻武队 这可都是二十级的顶配精英队伍啊 要不是亲眼看见 他用的是普通火焰 我还以为是摆拍呢 妈呀 这小子到底是什么人物啊 开始掠夺经验 目标等级为十二级 属性为 超出可评估范围 评估失败 我的天 你为什么我的腕表 没法评估他的属性 查不到 怎么可能 我知道了 莫非 他是靠道具 屏蔽了万人探查的火法大神 火法大神 是的 一定是的 他 他没准就是火神 舒服 又剩了两集 对了 AI智脑 他们为什么都查不到我的属性啊 因您赌徒的加倍天赋 增加了太多额外属性 导致您和同级的人 属性差别太大 造成了万表的评估失效 是吗 那他们探查不到也好 省得被人养人叮什么 您好 我想出售打到的装备 好 欢迎光临 一天了只等到一个穷酸新人吗 今天的业绩 看来又要垫底了 好的 我东西不值很多 请您算算多少钱 嗯 就你这样的新人 能有什么好东西 我才顶多 您看 这一批是我打到的几十张 距离黑人尸体 而这一批 是我打到的十九个精英宝箱 啊 不好意思啊 请问 还能看见我吗 想问一下 这些一共能卖多少钱 这这小哥是从狩猎工厂来的吗 别人都是按个儿卖 他怎么弄批啊 您不用担心 正常我是这儿的小怪 今天就由我来给您签算 原来是大客户 这三批了老命也得拿下 啊 那麻烦了 啊 啊 这位大客户 这边您的尸体卡牌 能卖一万鬼星币 而金银宝箱盒里面的东西 能卖十七万鬼星币 所以一共能卖十八万鬼星币呢 十八万鬼星币 鬼星币是鬼星货币 一鬼星币 能换十圣药币 算下来就是一百八十万圣药币 这样就够哥哥的医药费了 现在 可谓指挥约定 照顾好大哥的赌约也算完成了 我不用加入军方 可以回地球 去安排大哥住院了 喂 等等 上次白骗我算卦的那个 等等 那个 上次我推荐你去国王谷没错吧 你应该收获妈妈 还踩了几个没礼貌的人吧 去国王谷确实帮了我大忙 多谢了 那 那能不能看在这件事的份上 答应我一个 小小的要求呢 行 你帮了我这么大的忙 有啥事你尽管说 那个 就 就是 就是我 乌颜 想加入你的队伍 信您 让我今后和您一起并肩作战好吗 告诉你 这就走了 还是这么现实吗 啊 我然还是老样子 对军方定义为废物的角色 怎么会有人要吗 啊 我然还是老样子 对军方定义为废物的角色 怎么会有人要 怎么会有人要吗 算了 喂 我知道你喜欢免费的东西 你要我身上的装备吗 免费送你 或许 这是我最后一次登陆鬼星了 最后一次 你也是从人吧 你 你想永久下线 不想继续在鬼星赚钱了吗 哎 我也想啊 可不我赚不到啊 毕竟哪个队伍会要一个 准能在战斗中算卦的废物呢 当初风水师执意 刚刚出现时 我靠着军方的扶持 顺利升上二十级 并转制成了算命先生 但风水师初始天赋 只是对天时地利人和感知强心 而转制成算命先生后 也只是多了个算卦技能 寻方在发现算命先生对实战毫无帮助后 就放弃了我们 我们也因为战斗能力太弱 而没人愿意带我们组队 等级一直止步不前 没人带队打怪 我们每天只能在鬼星上换日子 要是回地球当拾荒者 干苦力什么的 起码不会做吃山空 那很辛苦的 我哥身体就是这样熬垮的 你一个女孩子扛不住的 扛不住又怎样 地球上我可是还有弟弟妹妹的 家里就我一个顶梁柱 我可不能扛不住 没事 大哥能扛住的 你 你们快快在家 别偷跑出去啊 想当初大哥也是这样 大哥本想来鬼星发展 立志日后成为打击兽神的强者 但他在收养了我和妹妹后 怕我们没人照顾 于是放弃了来鬼星的机会 直到凹垮了身体 好了 你在这儿等我 我去寄存处把我的东西都取出来给你 今天过后 我就得永久下线 回去和生活对线了啦 等等 下次吧 我叫江凯 我现在也要下线了 但不是永久的那种 下次上线 我要是还能找到你 我们就组队吧 啊 真 真的 真的 要是骗你 就让我一辈子赚不到钱 哈哈 你真人那么狠 那么在乎钱 敢说这话 就一定是真的 谢谢你 你果然是好人 你说什么话呢 好话 大哥 三妹 今后你们就不用上班了 我赚到钱了 真的 二哥 你哪来的钱 不违法吧 什么话 我都是在鬼星上赚的 明天就能安排大哥做手术了 你也能回去学校 好好学习了 小凯 这段时间很辛苦吧 哈哈 没什么 比起大哥把我们两个孤儿养大的辛苦 我在鬼星上的经历 根本不值一提 大哥你放心 之前一直是你在照顾我们 现在我有能力了 一定会让你们过上好生活 作为默示相亲相爱的一家人 干杯 嗯 喂 江凯 赌约是你赢了 你现在有时间吗 待会儿 我会派人来接你 你去看看东西 你一定要过来呀 是位指挥 就是这儿了 这么多年 我小时候住过的城市 已经变成这样了 位指挥 不知道您叫我来是 那是超凡者在和兽神战斗 目前鬼星的探险者 虽然每二十级可以进阶转值一次 但一至八十级探险者的力量 仅限在鬼星上使用 而超凡者不一样 因为当探险者进入八十一级 到一百二十级的阶段 成为超凡者后 就发生了质变 因为那十级本 只能在鬼星上才能使用的力量 就算我们现在会地球使用 这超现实力量的出现 不仅是人类军事时 的一次巨大变革 这也是当今人类对抗兽神的 最有效的前段 尽杀了 好强 强 强吗 你可知道 这只是一只普通的兽神 但就为了解决这家伙 我们已经牺牲 两名超凡者了 什么 江凯 如今人类的形势并不妙 你别再安全去住酒了 就忘了局安思危 这次的赌约是你赢了 我会遵守约定 不强求你加入军方 皇家那边 我也会额外出面 凝住皇家人别动你 很奇怪 我为什么这么关注你 因为我这人相信直觉 而我的直觉告诉我 你未来 或许能成为强者 强到整个圣要 都需要你帮助的那种强者 但我知道 在这末世 你只想保护你的家人 毕竟 加入军方 就要上战场 而上了战场 就意味着随时可能死去 但天下新王 匹夫有责 这世上总得有人站出来 去和那帮怪物战斗吧 或许一并天 我也会战死沙场 但作为一个圣要国的人 若能做到卫国 卫一门而死 我心甘情愿 我也就会 江凯 我不该设你的选择 但若是未来 圣要处于危难之中 我只希望你 能在有余力的情况下 要为圣要而战 之后 江凯在地球 休整了数日后 再度回归了鬼星 没想到位置会那么看好我 未来我真能强盗 被圣要需要 算了 还是先管好自己吧 国王古剧里黑猿 已经没挑战性了 也该去刷下一个怪了 幽灵女妖 精英级怪物 伤害极高能秒杀探险者 攻击带有破胆效果 并拥有幽灵体质 破胆 女妖的尖效能 使十米内的探险者 无法移动 产生强烈恐惧 幽灵体质 只有来自十米范围内的攻击 才能对女妖造成伤害 好强的怪物 十米内 会被破胆秒杀 但十米外 又无法对其造成伤害 这怪物看起来 可比巨猿棘手多了 没有队友啃不下来啊 没有队友啃不下来啊 等你好多天了 我一直记得的 还对 那接下来是要带我去打怪了吧 我给你找了个很厉害的队友 我算出他会对我们打怪很有帮助 怎样 你要不要他 哦 对打怪很有帮助 那行啊 不过 你居然也能找到队友 总不会是酒鬼吧 你 你好 我 我叫队友 我 我是酒鬼 哎 谁呢 我 不要 哎 海队还是这么现实啊 海队 你就带上队友吧 他吃苦奶 老口听话的 哦 队友还会跟你烧火光饭 垂腿捏肩 甚至他说 只要你愿意带他组队 那他就 他愿意再做最后一点不分战利品 哦 老语同志你好 我是队长张凯 我刚刚第一眼看到你就觉得你是个人才 今后你就是我队伍里的一员了 哎 今天 作为队长 我就义不容辞地带你们去刷幽灵女妖 毕竟从今以后 我们就是一个family了 走吧 哈哈哈哈 We are family 咱队长这么现实吗 是啊 不是family 只因你free 咱队长老哭了 哦 各位 女妖可是比黑衣员还藏几倍的怪物 一旦暴露 就会被秒杀 我们千万得小声点 而且要注意 只有十米内的攻击 才能伤到女妖 所以我们必须保持安静 找机会接近 是 对着 对着 狐烟 小声点 啊 我 我 哦 哦 哦 队长 噓 狐烟 安静 哦 队长我没说话 哦 哦 队长 哦 不是你 那是谁的 哦 哦 队长 看我找到了什么 感谢你 我 敬你一辈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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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于在搞什么呀 狐烟你不是说他入队会对打怪很有帮助吗 啊 啊 我我那真是鲜口一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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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恐怖 独烟 好强 巨人完全动不了了 队长 我们打不过呢 不如我们 都死吧 哇 这怎么有美人 啊 哈哈 这种地方 怎么会出现如此美人呢 敢问您是来找我的吗 啊 啊 啊 哦,一定是命运让你我献后,Beautiful Lady,让我好好看看你 哦,哦,Yes,这回光兴,甄嬷 不,消除 冷冻啊 什么情况 女妖是被阮羽给控制住了吗 女妖的破胆尖笑也是有冷却时间的 必须趁女妖发出第二次破胆攻击前 赶紧解决 哦,雷妖,等于我来跟法师让我帮 女妖,你就是我的老婆 啊,我老婆呢 击煞精英幽灵女妖 漂亮,解决了 哇塞,队长居然能秒杀精英女妖 哈哈哈哈 你,你们居然把我刚娶的老婆炸了 哈哈哈哈 那可是我此生唯一的浪啊 十句子,我这辈子都不会再爱了 哈哈哈哈 我的王亲啊 对了,阮羽她经常发酒疯吗 是的,阮羽是酒鬼,会忍不住喝酒 而且喝醉后有神丑倾向 那队长,我先去给你拿女妖的精英宝箱和尸体卡啦 嗯 对了,刚才阮羽明明也中了女妖的破胆 但她为什么没被破胆影响啊 而且还能反击女妖 酒鬼最被人嫌弃的一点 就是喝醉后会一时失控 但这看似是致命的缺点 却能无视女妖的破胆吗 嘿嘿嘿,如果是这样的话 队长,我… 阮羽不就是用来骗出女妖破胆尖笑的天然神器 嘿嘿嘿,嘿嘿 啊,队长,我忽然笑得这么邪恶 就决定是你了,去吧,阮羽 杀 哈哈哈哈,哎呦呦,你没人了 哈哈哈哈,没人,你怎么看见我就流口水啊 你是插我身子吗 正巧,我也插你 噢,come on,费兵,你这你我又再爱了 今晚,就让我俩做起暗一期的小伙女儿吧 好,技能果然被骗出来了 可以进身攻击了 好,技能果然被骗出来了 可以进身攻击了 悍险者江凯,击杀精英级幽灵女妖 啊,你们又把我老婆炸了 噢,靠,我祖宗你们这些坏东不得好 漂亮,趁阮羽没醒酒前,赶紧去刷下一个女妖 YES SIR 哇哈,别炸我的心,一号老婆呀 嘿嘿,不啊 我的第二十三位老婆,又被这俩畜生炸了 不要啊,保护我的第三十五号老婆 嘿嘿,太棒了 没想到靠阮羽,一下拿下了三十五个精英女妖宝箱 直接把国王谷女妖都杀完了 这效力我做梦都不敢想啊 而且击杀完三十五个精英女妖后 我都连升两级,升到十四级了 而代价只是一个心碎的阮羽 胡言,你算出阮羽有用,果然没错呀 那是,而且我们就当帮阮羽锻炼 锻炼和女朋友分手后的心理承受能力吧 锻炼心理承受能力,你俩是真的狗啊 阮羽,你是这个 你是畜生 而且不止这些 我还在女妖小屋里 收集到两张可额外学会一个技能的技能卡 第一个技能是奇雨术 给精神力强的人使用 可施展大范围的暴力 地形合适时,高等于长者 甚至能平衡到处和河里 在实战中能起到奇效 胡言,你到二十九级了 精神力比我都高 这个技能给你学了 技能卡? 这,真的吗? 谢谢卡队 我终于有酸瓜之外的技能了 我终于不能是战斗士只会算卦的废物了 太队,以后你永远是我大哥 先说小弟一半 喂,别这样 这是你应得的 哈哈,我不再是废物了 而另一张技能 则是给隐藏职业的一次性技能点 此技能点使用时 能激活隐藏职业的一个额外技能 但额外技能只能使用一次 使用后消失 是吗? 那就激活! 虽说只是一次性 但若是隐藏职业才能激活的技能的话 那就必须试试看了 恭喜隐藏职业赌徒激活额外技能 赌场爬窃 当赌场爬窃开启后 周围没有一个探险者 关注到赌徒 赌徒都将窃取到关注者 千分之一的总属性增加到自身 三十分钟后 技能和增加属性都将移除 啊? 技能效果就这吗? 是的 啊! 这么珍贵的一次性技能 却只能窃取别人千分之一的总属性 还半个小时后就消失 我现在才两百多总属性 算下来一人也就窃取零点啊 这有什么用啊? 啊,我,我怎么了? 是睡着了吗? 为,为什么我有种心痛的感觉? 鬼心第一神情 忘了你昨晚同时三十五个老婆啦 啊? 啊,这种地方怎么会出现如此美人呢? 敢问你是来找我的吗? 正巧,我也差你 啊,我跳起来了 昨晚我居然 开队 开队 抱歉 我,我给你拖后腿了 我是酒鬼 就是会忍不住喝酒 你要是队伍不满意 我可以离队 我可以离队 说什么呢? 你可是昨晚的大功臣 来,这装备归你 要是没有你 我都指不定被女妖秒杀多少回了 你才是这一趟的队伍核心 不,开队 我不要 我说了,你能带我入队 就够了 拿着吧 我说什么都不会亏待队友的 而且装备胡言也有份 啊? 开队 胡言 你也过来拿装备吧 这是真的吗? 这是真的吗? 开队,今后我们跟定你了 我们生死你的鬼 死是你的死鬼 喂喂,你们俩怎么用? 哇,大客户又来了 不得了不得了 今天你的怪物尸体加宝箱的总售价 达到了84万鬼行币哦 太好了 这么说就是840万圣摇币 这下大哥和英子今后的生活花费也完全够了 而且现在不止生活花费够了 卖完战利品 我还留下了两件适合我的装备 一件是暗夜长库 和之前的暗夜披风是套装 作用是能前行不被发现 装备 暗夜长库 品质 F级 可在夜间进入隐身状态三分钟 冷却时间三小时 第二件是幽灵阁甲 可以在关键时虚化 用来躲过致命攻击 装备 幽灵阁甲 品质 A级 每十分钟可以发动一次虚化 免疫一次物理攻击 而手套的效果也鉴定出来了 手套火焰确实能继承我的爆伤 简直是我的神器 装备 纵伙伴手套 品质 F级 可让武器附带普通火焰 和范围点燃的效果 附着于武器上的火焰 继承使用者以及武器的暴击率 和暴击伤害 现在的我 感觉比之前强了很多 目前就算是和二世纪以上的探险者对战 我也有信心获胜 队长 您在这儿啊 我给你改造了一下归命 三十六 省羽 你 总之 你先看看效果吧 啊 省羽你做什么 嫁了你三十五个老婆还是记仇了吗 回来 开队 我看你战斗时经常要去减追命和麻烦 我就帮你在追命上加了强力磁石 以后 你可以靠强力磁石直接把追命吸回来 真的 这么说 我再也不用担心手里还剩多少追命了 而且刚刚被吸回的追命 在飞行中也能对物体造成伤害 没想到你是个天才改装师啊 仁宇 这都我自学的 这个改装对你真的有这么大的帮助吗 队长 真的 我对天发誓 这怎么 队长 你在骗我吗 可对 是我 我初步学会骑语术了 虽然感觉没啥用的样子 哦 原来是胡言 胡言 这技能怎么会没用呢 你看看 这些人都在因为你夺语 你如果能让语再大点 大到能严重阻碍敌人行动的话 那敌人 就能成为我的活靶子 到时候想杀谁就杀谁 真的吗 原来我能这么有用 那我一定会努力练习奇语术的 嗯 加油 现在队伍里阮羽能冲锋陷阵 胡言又有了奇语术 不只是我 连我们整个小队都变强了 这什么破语啊 这要带去永东岛的装备 全灵湿了 待会皇家怪我们迟到怎么办 皇家 等等三位大哥 请问你们说到的皇家是有什么事吗 给 你家里是没通往吗 皇家玄武工会要带二十万人去永东岛 独立王级boss 打赢boss可是能帮国家扩大鬼星领土的 所以除了皇家 还会有很多其他探险者来帮忙清小怪物 天下兴亡匹夫有色 这么重要的消息你都不知道 快走 别人已经忍了 去晚了可是要挨伐的 皇家要为国狩猎boss 难道说皇伟也会去吗 如今树神在地球死虐 每个国家只有从鬼星获取到资源 才能去对抗树神 但鬼星资源都被各种boss占据 只有打败boss 国家才能开辟新的领土 获取资源 而鬼星上怪物等级从地到高分为普通级 精英级 战将级 统领级 王级boss 地图boss 守卫之主 其中王级boss 就是需要集合几十万人才能夺制一战的王国怪 而皇家居然要带领玄武工会 为国征战做共享啊 难道皇伟一家改邪归正了 成为了位置会说的心怀天下的那种人吗 难道皇伟一家改邪归正了 成为了位置会说的心怀天下的那种人吗 但天下新王 匹夫有责 这世上总得有人站出来去和那帮怪物战斗吧 皇伟都这么做了 那我是不是也该去永东岛为国出一份力呢 小友 克克克克克斯 卡克克斯 凯哥 有党当你就Then 说来就来 你 就不买点凤寒庄嘛 我一开始也没想到 不会这么冷啊 喂 你们是哪队的 不知道没开战前 我们面上不能走吗 那个 我们也是第一次来 请问 为什么不能走 为什么 你们是哪来的菜鸟 众所周知永洞岛的下方 是怪物的巢穴 你们这样冰面上走 不知道会惊动下面游荡的鱼人吗 等级二十二级 那是 鱼人 三个蠢货 二十二级的鱼人 可是需要人均二十级以上的队伍 才能对付的 而且众所周知 鱼人擅长近身攻击 一旦被鱼人近身缠上 那几乎就是必死的局面 太队 小心 雄灵铠甲 询货 我还以为有多厉害 原来不过是一条杂鱼而已 什么 不仅躲过了鱼人必中的近身攻击 而且需要人均二十级的队伍 才能解决掉的二十二级鱼人 被他一个十几级的秒杀了 哼 活动下筋骨之后 果然不冷了 回来吧 现在我的力量是七十六点 只要触发暴击 最低都是一万五千两百点伤害 而且这还是没算上追命的暴伤加成的 但就算只根据我现在最低的暴击伤害去估算 目前我这伤害放在二十级左右的阶段 不管是怪物还是看闲者 应该都扛不住我一下暴击 卡队 我帮你把鱼人尸体卡进来了 谢了 我们快上岸吧 对了三位大哥 我想问一下你们知道玄武功会的皇伟在哪吗 大神 您这什么话 我们哪算大哥 我们是您小弟第一中弟呀 正巧我们知道皇伟少爷在哪 那咱三弟这就给您指路哈 不想让胡言和阮羽 撒合上我和皇伟的事 就没让他们过来 不过那三个大哥不是说皇伟就在这附近吗 怎么找不到了 江凯 皇伟 皇伟 知道你们家要带头攻打boss后 我对你刮目相看 我觉得我们可以放下恩怨 我也愿意在永东岛上贡献一份力 黄伟 你做什么 我先来和你和解的 和解 杀我在先 让我做了那么久的心理治疗 现在你跟我说和解就要和解 直到上次我被你当众杀了之后 我要多想找你复仇吧 军方下令让我家别动你 那怎么行 于是我主动参加讨伐王级boss的战役 就是想用这份功劳来要挟军方别再保护你 你 你讨伐王级boss的目的只是这个 是啊 但我没想到你会主动找上门来 既然如此 那就让我先虐杀你 就带你帮助讨伐boss的军功去军方那将功折罪 原来是我想多了 没想到你还是那个小人皇伟 但你想杀我的话 我劝你们还是一起上我 毕竟你们猎鹰武队可是被我团灭了 你能团灭猎鹰武队肯定是靠军方的暗中保护 咱们少爷十级加一身S级装备 杀你还需要帮手 就是这小子猜的我都 等等 这小子和少爷同期的 怎么这么快就十四级了 什么情况 为什么有火 救我 快救我 什么情况 少爷身上的火是普通火吧 但为什么伤害那么高 你们少爷死定了 如果不想像他一样 就不要拦着我 不 我 我没死 我的装备能锁住百分之一的血量 让我直接死亡 但我已经 快 你们快给我去杀了他 要给我把他狠狠折磨死 是 还要继续送人头吗 正好 就拿你的试试 加了强烈磁石的追命 打出那么多飞镖一个没中 你这什么准头啊 可会是看到我们都是三十级左右 就下着手抖了吧 我先上了 你难道没听说过 枪打出头鸟 这飞镖怎么飞回来了 而且这十几级的小子 怎么把三十二级的队长给 秒杀了 还没完呢 叫回 这 这什么技能 伤害怎么这么高 难道这小子 是半中吃老火的大神吗 传货 你们难道看不出来 怕擅长远程攻击吗 一起上啊 你们俩一起进他身不就行了吗 是 江凯一定是擅长远程攻击的刺客型职业 伤害高 但只要被进身就一定会 不要啊 一个废物和一群废物 有什么区别吗 不 不可能 明明等级差距那么大 你是怎么做到的 哼 本来咱俩的恩怨我打算一笔勾销的 但你实在太让我失望了 黄伟 总之你是铁的心想杀死我什么 你 你想做什么 没什么 你想杀我 那我也不能不回礼 听说你上次被我杀出心里阴影吧 那这次 干脆让阴影 再大一点点 还是击杀探险者经验多啊 没想到杀了四个三世纪左右的 加一个废物黄纬 就升到十七级了 警告 由于凝击杀超十位同阵营探险者 获得嗜血杀手惩罚 嗜血杀手 惩罚状态 处于该状态时 将被周围所有玩家察觉到所在位置 被击杀时 被掠夺的经验将提升至三倍 使用十滴忏悔之类 可消除嗜血杀手状态 嗜血杀手 这不是鬼心上人见人打的严重惩罚称号吗 得到这个惩罚的人 相当于变成了一个人人都能感应到位置的移动经验包 神剑人杀 而且我的加倍天赋最多还可能把惩罚给翻十倍 所以要是倒霉点 那死一次我就会被人掠夺三十倍经验 甚至可能直接被掠夺回一级 坏了 以后千万不能去人多的地方了 而且得想办法找忏悔之类 消除这状态 什么 皇伟被人杀了 你们怎么做的看护 我都打好血套 说是我们皇家父子三人一起为国而战 结果他死了 这不是让我在全国人面前失信吗 父亲 那接下来怎么办 直接开战 我们直接去拿下王级boss 等拿下boss 我们就能以军功要挟军方 别再护着江凯 到那时 我要让那江凯付出最惨烈的代价 卡队 你身上怎么多了个称号 是 视线杀手 小声点 别暴露我 卡队 你身上怎么多了个称号 是 视线杀手 小声点 别暴露我 现在我没时间解释发生了什么 总之我现在彻底和皇家结仇了 我们得赶紧离开这儿 卡队 你不是来 什么声音 这 这是战争号角 怎么现在想了 难道 皇家提前开战了 卡队 快看弹 你看冰虎 冰虎 冰虎却裂开了 那是 皇级boss 冰虎鱼人领主 等级 未知 生命剩余 百分之百 那就 都是boss吗 好有压迫感 我害怕 战场上的战士脉 王级boss冰虎鱼人领主 已经引出来了 所有人 准备好迎战 此战若是胜利 你们不仅能得到丰厚的报酬 还能帮助圣要拿下领土资源 让你们的家人 在未来免遭受神的侵害 所以不管是为了当下 还是未来 我们都必须拼上一切 来赢得胜利 哪怕是为此而亡 战士们 当剑矢离闲 就已经没有回头路了 那么此次王级boss战 正式开战 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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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开战了 王家应该就没空管我 我们就留下来看看王级boss战 好长长见识 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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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剑矢ków 救我 啊 好痛 谁来救我 什么 鱼人会吃人吗 好 好恐怖啊 是啊 原来一只普通鱼人 对探险者来说就这么强吗 而且感觉鱼人的数量很多 据说这场BOSS战 只要BOSS不死 鱼人大军就会源源不断出现 所以此战的关键并不是二十万探险者 和鱼人大军的战斗 而是超凡准和BOSS的战斗 注意 我们八人小队已经突入BOSS区域 所有成员都拿着权力 状态调整到最好 我们要尽可能的 暴力造成最大化的伤害 暴强 那就是超凡者吗 太阳道 BOSS要被打死了 不 我看情况不妙 他们的技能看似很强 但我通过鬼眼专注看到他们 似乎连BOSS的防都没破 为何击穿防御 什么 居然连BOSS的防御都没 什么 BOSS一击 把八位超凡者全杀了 好 我这 一击就击杀八个超凡者 还那么轻松 这就是王级BOSS的实力吗 刚才八个超凡者合力出手都死了 现在怎么有人敢一个人就上了 别切了 完了 又要死一个 什么 这人居然接住了BOSS的攻击 好强 臭东西 刚才我队友只是故意以身赴死 你不会真以为我们是你随意一击就能斩杀的吧 你不会真以为我们是你随意一击就能斩杀的吧 今天我就代表我死去的战友 天赋 王者的祝福发动 周深没死去一个超凡者队友 将获得百分之二十五力量提升 打下你 击破BOSS护甲 太强了 你人居然能击穿BOSS的防御 啊 这大神有希望击杀BOSS啊 哼 真以为我们选武功会弱吗 刚才被杀的超凡者 都是我们为了给蒋放提升力量的预谋 因为蒋放本就是以一当时的强者 再加上王者的祝福提升百分之二百力量后 现在蒋放一人就堪比一支二十人的超凡者军队 所以 现在只要战局不出什么意外的话 那么此战 加油 闭上 不要 不好 父亲 我突然检测到涌动岛后方有大量海鱼人在赶来 嗯 海鱼人 你是说海里的鱼人大军被召唤来了吗 对 怕是来了几百只 而且都是三十几以上的精英海鱼 这 糟了 现在蒋放能安心打BOSS 是因为我们稳定了战场 现在战场上根据五种鱼人的级别 分为了五个区域 分别是普通 精英 战将 统领和BOSS区 每个区域 我都安排了大量的人手和鱼人交战 致使战场形成了一种平衡 但要是后方防线被破 导致战局混乱的话 那不但会导致蒋放不能击杀BOSS 相反我们二十万人都会死在这里 蒋放击杀BOSS至少需要三十分钟 这些海鱼人还有多久到达战场 我看看 最多 警告 大量海鱼人逼近中 最多十分钟 探险者江海 击杀精英海鱼人 海队 这位怎么突然来了这么多海鱼人啊 我们赶紧离开这儿吧 现在 要走吗 现在战场上似乎处于一种微妙的平衡 如果这批海鱼人没人拦住 或许会导致整场战斗失败 王家是我仇将 他站在我很乐意看到 完了 这下怎么办 但是被喊来作战的二十万人 和圣妖的未来却是无辜的 但天下新王 体肤有责 这世上 总得有人站出来 去和那帮怪物战斗吧 枯颜然远 我们不走 不但如此 我还需要你们把周围的海鱼人 全都引到我这儿来 我要一个人 把海鱼人全部解决 不 队长 别打了吧 很多人都坦察到后方有大批海鱼人必进 那些海鱼人也包围过来就全完了 我们还是抓紧逃吧 是啊 是啊 死了可是要一个月不能上线的呀 一个月不能赚钱 我家会被房东赶上大街的 不 不用跑 队长 你们难道没发现吗 从开始探测的海鱼人已经过去十分钟了 说好的海鱼人十分钟到战场 但现在却一直都没有出现 这说明了什么 对啊 为什么一直都没出现 难道后方有超反者出手了 不对吧 皇家明明没在那儿安排部队啊 这说明后方应该有很厉害的人物出手了 不过 能挡住那么多海鱼人 应该有一批很强的精英探险城 在心口作战吧 哼 像是敢对我张开嘴的 那坟头的草 嗯 几米高了 探险者江海 击杀精英海鱼人 乘二 已经杀二十多只海鱼人了 但这些海鱼人总是一只两只的过来 杀起来还真有点慢 凯队救命啊 我把这边的海鱼人都引来了 凯队 凯队 我这边也 漂亮 接下来交给我就行 你俩快躲起来 凯队 引来这么多精英级海鱼人 你杀得完吗 是 是啊 凯队 你刚刚杀一两只都费劲 确实 我目前单杀一只两只是有点费劲 但你不知道的是 其实比起单杀 我更适合群攻 探险者江凯 击杀精英海鱼人 二百五十七只 什么 这 这是凯队的实力 才十几级的群伤 就这么夸张 后方 后方怎么发生大爆炸了 父亲 后方的海鱼人好像大面积消失了 是您请了军方赶来了吗 军方 不应该呀 我刚刚才去联系了军方 军方赶来的效率能有这么快 罢了 既然军方来了 就通知所有人平衡好战场 好让蒋放一人安心解决暴死 是 Boss当前生物值剩余 百分之六十五 漂亮 Boss的血量打掉三分之一了 咱们能赢啊 当心 掉血三分之一 Boss进入第二阶段狂暴了 Boss狂暴阶段 通知速力会快点几乎不可能躲开 随随便的蒋放只能应接下这波攻势 军方战胜的关键 就是看蒋放扛不扛得住了 探学者想放生物值 剩余百分之五 小心 这 那位大神需要扛不住了吗 你以为你这点伤害 就能够 杀死我们 逃犯天赋 战意化假 来呀 Boss狂暴阶段 不许受到百伤伤害 我们的铠甲 不仅能免疫伤害 还能反弹伤害 就就是超凡天赋嘛 有希望斩杀Boss了 我们坚持住 哼 我说过 蒋放可是我们精心挑选的王牌 他的超凡天赋 可是能在九十秒内 把百分之五十的伤害反弹给敌人 而Boss此时又正好处于攻速极快的狂暴阶段 Boss限量 剩余百分之三十五 也就是说 只要Boss更速越快 那Boss的血量也就掉得越多 嘿嘿 Boss才一会儿就掉了百分之三十的生命 只要这样保持下去 Boss 就已经是我皇家的囊中之物了 啊 失去防御 生命值剩余百分之一 什么 这大神 败了吗 这怎么可能 这 父亲 答应了 这Boss 难道这Boss居然还有没被发现的 货甲技能吗 这 完了 完了 此战最大倚仗就是蒋放 如果连蒋放都倒下了的话 那此战 必败 救命啊 王牌都倒了 打不过了 啊 我们怎么办啊 快逃 这我咋 暖暖 我错了 我不该带你们来这儿的 我只是为了证明 自己比你们常说的江凯强 才带你们来这儿的 但江凯都没带你们死过 而我却要带你们 死在这儿了 我真是一个失败的队长 你不要队长 有人吗 有人能救救我队长吗 我已经没有一点精神力 可以用来治疗了 好 道士不杀不掉 别人大警火源源不断的出现 老实再没人出手 只要下去 大家 就都要死了 难道救没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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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救救大家了吧 这是 守灰 那 那个是 四凯 舅子 暖暖 好久不见 我要去打boss了 你们保护好自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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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